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嘉瑜 今天要跟大家聊一聊静心这件事情 其实静心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的复杂 静心其实它的另一个含义是 留一些空间 留一些时间给你自己 专注在当下静心时让身体保持放松 让心情保持平静 也暂时让所有的思绪停止 没有任何的妄想 没有任何的妄念 没有任何的情绪的起伏 暂时放下生活中繁忙的一切 好好的跟自己在一起 感受自己的呼吸 反复一切都停在这一刻 接着我们做静心呼吸法 呼吸是维持我们的生命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元素 但是你有好好感受过你的呼吸吗 我们可以透过静心呼吸将注意力 完全集中在自己的呼吸 找一个适合的舒适的空间 用放松舒服的姿势 仔细专注去感受每一次的呼吸 仔细专注去感受每一次的吸气 吐气 调节自己的呼吸 感受宇宙能量的空气进入到你的身体里 进入到你的腹腔的感觉 感受身体的起伏 用意念有意识地将宇宙自然能量吸入到你的肚脐下方的小腹位置 一直吸 一直吸 吸到我们最饱满的时候暂时憋住 等憋不住时呢 再慢慢地吐气 吐气时吐越长越好 那初学者呢 要试着掌握自己呼吸的节奏 一开始可以依照个人的状况 例如 吸气五秒 缓缓地慢慢地吐气十秒钟 吸气吐气的时间呢 这个长度可以慢慢地去做调整 那建议呢 第一次开始做的时候呢 要做三组的腹部呼吸法 甚至重复以上的呼吸步骤 直到心能够平静下来为止 那这样的呼吸法呢 可以帮助自己心情放松 对缓解恐慌也有一定程度的帮助喔 接着呢 嘉瑜要跟大家分享静心小悟 在我们静心的时候呢 可以辅助我们 让我们比较快进入静心的一个状态 第一 焚香 香呢 不但能够安神 还能够净化空气 消除邪气 并且透过良好的香味来舒缓压力 焚香呢 可以让我们心情呢 能够平静 并且可以理清我们的思绪 那第二呢 是念经 念经呢 可以帮助我们心神专注集中注意力 常念诵进而转化为自己的心念 平静 浮躁的心情 如果遇到不顺心的时候呢 念诵经典 并且了解经典内的含义 能够帮助自己看透世间万物逝离 其中心经特别适合初学者来学习念诵 心经呢 全文呢 只有260个字 是所有经文中字数最少最短的 但是呢 他却是集六百卷 般若经典精髓的空性心法 浓缩佛教思想精华在里面 那第三呢 是超经 超经呢 其实是在锻炼我们自己的心 培养我们自己的定力 安定心神的重要方法之一 一个人呢 有了定力 对于自己的情绪也比较能够去控制 不管做什么事情 意志呢 也比较能够集中 无名的烦恼呢 就会相对的减少 因此呢 在写经的时候啊 要集中精神哦 不要边写经 边戴耳机 听音乐 或是边看电视 甚至于呢 有些人呢 边写经 边讲话 边吃东西 这些呢 都是不好的 我们要能够集中精神力专注一事 佛陀说 置心一处 无事不办 意思就是说呢 我们要能够专心呢 就能够去好好的做一件事情 那我们呢 就可以把这些事情呢 做得完美 做得完成 做得圆满 好 以上呢 是嘉瑜要跟大家分享的静心 希望你们在平常繁满的生活里面呢 可以试着让自己呢 找一个空间 跟自己独处 我们下次见咯 拜拜 拜拜 你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